天气热大家都喜欢吃冰消暑 带您去品尝 那只南瓜加上茉莉花 结合在一起所做成的冰品 这样的创意来自彰化花坛香农会 和当地农民的共同努力 金黄色泽的冰淇淋 搭配干核桃以及碎花生 最后再插上夹心饼干 看起来与一般义式冰淇淋 没什么两样 但其实冰品食材大有玄机 利用我们花坛特有的 五堵茉莉花的产品 然后再加上我们青年农民 所细作的栗子南瓜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 利用当地食材来做一个 开花性的产品 原来这是花坛香农会 最新推出的夏日冰品 结合当地食材 在不同季节 推出不同食材 与茉莉花结合的冰淇淋 让顾客吃到不同口味的 茉莉花香冰淇淋 带点茉莉花的味道 就是吃起来就还蛮清香的 春夏秋冬来都可以吃到 各种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它的口感吃起来 有南瓜的香浓 它变成也有茉莉花淡淡的香味 吃起来口感是蛮绵密的 除了冰品 搭配茶叶成了茉莉红茶 甚至搭配八卦山咖啡 也成了茉莉花咖啡 茉莉花加上栗子南瓜 成了花坛冰品的新滋味 新唐人亚特定是叶锡红 台湾张霍报道 퍼 茉莉花咖啡 經 Democrat